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最近的网络视听盛典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 小编大致叹了一下 其实就是一场明星的狂欢,粉丝的狂欢 只是在盛典结束之后 腾讯视频方面晒出的海报 倒是能够看出一些咖位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海报 其中,周深和肖战相对应 先说一句,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一回事 但是肖战在娱乐圈的顶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而整张海报上,主流歌手其实也仅仅只有周深一人 其他的,几乎都是走的演员路线 直到周深和肖战对应 我才明白,他走出了自己的路 很多人会好奇,周深是怎么做到的 毕竟,胡谈目前普遍咖位远低于演员 按理来说,歌手很难和演员评咖 这个道理,说对也对,说不对也对 其实,对于顶级歌手和演员而言 歌手是压了演员一头的 这一点,在周杰伦这样的天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人的商业价值,可以吊打一群顶级演员 而演员的个人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强 很多时候仅仅通过一部电影是体现不出来的 歌手则不一样,一场演出,一张专辑 就可以体现自己的个人影响力 相较于影坛,乐坛有助自己的优势不容易被替代 演员流量更替很快,常常一部剧起来了 一群人就爬墙了 但是歌手份往往是没那么容易跑的 尤其是有实力的歌手 周深在音乐圈有助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 不可替代,这就使得她成为了唯一品不可替代的她 希娜的粉丝越来越多的同时 调粉几乎是不存在的 她在音乐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 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路线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 周深只要不犯大错,发展是非常稳的 除此以外 周深的另一音乐特点也让她在晚会或者盛典中更容易被认可 走官方路线 寻常的流行歌手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被官方认可 无论是老一辈的韩红还是孙楠 其实靠的都是强大的唱功 让自己能够在官方获得更多舞台 周深现如今的戏枪以及美声唱法 恰巧都是官方最欢迎的 这两点 足够让她在官方寻求到更多的舞台 有助更多可能性了 另外有一点 也是我平常几乎没怎么看见声名有在吹的一点 周深 周深是目前内地年轻一代歌手中走Vocal路线的Top1 现如今排名靠前的几乎都是前辈歌手或者终生代歌手 年轻一代歌手走Vocal路线的几乎都相对排名靠后 Vocal路线的歌手 现缺的无非就是资源 但是恰巧 前面的几项让现如今的周深并不是特别缺资源 所以也难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周深 也难怪周深会和肖战对应 只因为他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路 并且是一条会越来越好的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